说到了领口还有共辽地区 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沿海一带都有发电厂 对于部分的地理背景 十分神势的原因 区长朱思荣就率领了公所的同仁 还有各地的里长 前往了这个地方进行观摩访问 并且受到当地处长热情的接待 领口区公所29号上午前往共辽 进行参访交流 由区长朱思荣带领同仁及各里里长 抵达龙门施工处访问并进行交流 区长指出领口与共辽地区 在沿海一带都有发电厂 部分地理背景相似 非常值得互相观摩交流 现场共辽区长及龙门施工处处长 也都亲自到场热情接待 我们都知道我们领口区 领口火力发电厂 正在进行扩建跟增建的工程 那也是想说 今天带着我们所有的里长 能够到共辽核市场 这边来做参访 了解一下目前 在台电的电力 还有核能电厂 还有火力电厂 整个的在电力的使用 跟分配上面的计划 第一个先欢迎我们领口区柱区长 率领我们17位里长 还有公所同仁来 能够来到我们共辽地区 来对我们共辽的一个参观跟参访 我想领口柱区长 原来就在我们共辽这边服务当区长 在他任内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个建树 在共辽地区也非常感念他 那其实我们共辽地区 其实真的有好多地方 是值得我们各位乡亲来就参观了 龙门工区会对领口 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包括龙门花电的历程 还有龙门现在的近况 那尤其是对龙门 轰存的一个情况 会对各位做一个报告 那社会大众可能对于轰存的部分 会有疑力 什么叫做轰存 我们这方面也会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那轰存的目的是为了 将来起轰而做准备 让以后的人 做一个好好的抉择 会长由龙门施工处进行简报 向公所及里长们介绍核电厂的位置 及发电厂运作状况 处长为表达欢迎之意 也特别自证里长们一人一顶 相当具有意义的帽子 我刚才送给各位来参加的人 有一个龙门ABWR 龙门是LM 是龙门的简写 那ABWR是一个进步型的汇水式反应器 那这个进步型的汇水式反应器 除了日本以外 是全世界唯一的 除了日本以外 唯一的在台湾 那它的特性还比日本人强 它是百分之百都是数位化控制的一个电厂 三个人就可以控制这个电厂 包括我们最近刚好用的沙雕 还有所谓的旧潮林的自行车道 还有的潮林古道跟潮渊谷 还有我们的龙洞湾里面 有油滴码头跟潜水的部分 还有我们最近也要推一些小旅行的部分 就马奥还有我们的水梯田的部分 我想这些在在都是在夏天的时间 都很适合全家来做旅游 希望在这样子的经验能够带回去 让与火力发电厂这边做交流 也希望火力发电厂这边的施工 能够更贴近我们的乡亲 也能够了解我们乡亲这边周边环境上面的影响 公所激励站运行人 对于这次参访龙门施工处 都觉得相当有意义 降低电厂的运转 地方上要落实节能省电的目标 面对气候变迁 引发极端气候冲击 城市绝不能置身事外 爱地球爱台湾就要从节能减碳做起 永佳乐记者新北市采访报道